咦 咦 这是我一朋友潤土 我儿子啊 今年刚好参加你们公司的招聘会 我就带他过来给你见个面 你看一下 你快点 这个茅台经理 我儿子比试的时候是第三名 但是听说你们公司只招收三个人 所以希望您在面试的时候 看在蘑菇的面子上 多多关照一下 我知道你这个人铁面无私 讨厌这种攀关系 但是潤土啊 可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了 就这么一回 给点面吧 行不行 茅台经理 这两瓶茅台经理 你就收拾 不成经营 不成经营 来 来 茅台经理 我这辈子最讨厌 你这攀关系走后门的人 第三名是吧 那好 今天我就好好的关照关照 人士 你通知这个比试第三名 我们公司不需要这种 道德败坏的人 不不不不 通知了 面试不用来了 茅台经理 咱买卖不成人意还在呢 茅台经理 真的错了 茅台经理 认土没有恶意啊 怎么样 我就说吧 茅台的性格我还是了解 他那个眼镜里 揉不进沙发子 你这招反其道人行之太妙了 一塌的性格 现在第三名肯定没戏啦 肯定没戏 太多万万没想到 我儿子是第四名 走了走了 这就是你的 好了 帮了我的忙了 好了 别别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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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比试面试的综合成绩已经出来了 公布一下 第一名 陈超 第二名 小飞 第三名 朱晓明 恭喜三位 可以去办理入职手续了 情人先离开 谢谢 怀总 这是我们前三名的个人资料 您过目 谢谢 人事 是 怀总 我们被他耍了 怀总 我真的很想加入公司 你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 你和你的父亲 故计来为第三名送铁 这样 你的竞争对手就被淘汰了 这招果然巧妙了 但是 你们签算文算 慢慢没有算到 在你填写入职资料的时候 出现了笔漏 你们的轨迹被我识破了 你 滚出我的公司 怀总 你再给我个机会 滚 人事 打电话给下一名 让他入职 好的 怀总 喂 老萌小姐 恭喜你获得了我们公司的入职机会 真的吗 我获得了入职机会 是的 请问你有时间来办理入职手势吗 有时间有时间 好 我马上就去公司办理入职 谢谢谢谢谢谢 表哥 你也太厉害了吧 我本来以为比试考到第五 我肯定没机会了 没想到第三第四都被淘汰了 你怎么办到的 老嫂 你也别太着急了 你儿子的这个分数 这第三名也没差几个 还是有机会的 刚好这个面试官是我的老相识了 我给你出个处理 你就假装第三名去给他送给你 这个是我有好朋友 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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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这个人铁面无私 讨厌这种攀关系 但是润土 可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润土 润土 可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润土 可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这个就叫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啊 小哥能帮你的 就到这儿了 陈祥六点半